今天是2020年到2月28日 是江苏医疗队对口支援黄石的第一十七天 我作为江苏省中医院的医院 被分配至黄石市中医院 也是他们是定点的传染病医院的重症医学科进行支援 我今天上的班次是下午十四点到晚上十九点的一个晚班 一共是五个小时 我们一般会提前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从酒店出发及去医院进行一些准备 我嘗嘗了 在一起做了探索做派 这是鱼 好吃不 好吃吗 好吃 谢谢 下班咯 孟老师 今天下班有什么感想吗 因为今天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太热了 早上又现水了 所以可能是因为刚上班的时候太过缺水 导致我当时有点呼吸困难 然后我调节了自己的呼吸 休息了大概10分钟左右 后来稍微好一点了 我觉得是不是后来病房忙起来了 我一直在忙 后来就感觉不到自己的胸闷了 所以就忘记这回事了 然后现在的下班的感觉就是 哎呀少戴一层口罩的感觉真好 拖到饭 乌衣的感觉真舒畅 还真透气 我要喝2000毫的水 今年的晚餐 郭老师今天是你女儿的生日 今天对女儿有什么表示吗 嗯我还没有来得及呢 我想要晚上回去 我把自己先回去收拾一下 收拾完了 我跟她打个电话 我希望就是没有实质型的领悟可以送了 因为不去领域在这边 我就希望给她精神的力量吧 我去太少领悟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继续请讨历